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711节 这就对了 释迦牟尼也会被人暗算 也会扭伤脚跟 老子出关之时也需要接受饮食 仙人不一定就要唐云驾雾呼风唤雨 除了张道陵跳进悬崖不死之外 没听说别的半仙有这方面的传奇 最近的神迹就是达摩的一尾杜江 老夫亲自却看过 传属谣传 张道陵的设计也是被自己的徒子徒孙吹出来的 老夫在龙虎山特意翻遍了古籍求证 发现张道陵的手术里面也没有关于他选择弟子的种种神奇 多半是后人子弟为了传教故意编造出来的 小子 你也知道 江野间的迂夫迂夫 就相信这个 就像老夫的铁口神段 大部分也是吹嘘出来的 玄学是一门学问而不是神通 所谓的预神算而策无常 就是要用你已知的条件 按照事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去计算 去测度 小子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 就像是你把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去 只要不受特殊的阻挠 它就会一直滚到坡底 皇后的身体虚弱 有气急 再加上 他又是一个能生养的 所以 老夫按照一般的规律 去测度他的寿数 本应无大错 只是你和孙姿苗的出现 打乱了这个步骤 就像一棵正在滚落的石头啊 忽然被一棵大树拦住了 这就是意外呀 云叶的脑子里响得厉害 这就是铁口神断的本来面目 如果这样就能够揣测一个人的命数 还不如让孙思苗来做呢 一定比这个老神棍做的更准 老天爷 算命就算命呗 你扯到学问上去做什么呢 后世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算命的武装上科学 那就是神仙也扛不住啊 现在才知道后世的那点玩意啊 都是老家伙玩剩下的 混沌里面说过 一只蝴蝶扇扇翅膀 远处就会出现风暴 且不论这个论点准确不准确 从字面上就知道 一个石头从山顶滚落 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滚落下来就完事了 一定会造成某种多米诺效应 最后呢 他的落点谁都无法控制 老家伙也太自以为然了吧 小子 你祭拜仙哲的时候 能否容老须观礼呀 这是自然 家师最为好客 有客人远来 自然会喜不自胜 小子带家师借过先生高益 云叶特意起身 借过袁守成 切容老夫同王 无蛇也是一脸的肃然 云叶点点头 咱家的老祖宗 切身是一定要去祭拜的 到时候 好好的给老祖宗磕几个头 感谢他把夫君 全须全影的交给了我们 那日木站起来 双手合十朝天空祈祷 大家一起去 祭拜仙师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一定要搞明白 到时候会带上军事一起去 那里有一眼泉水 非常的神奇 我想挖开来看看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 云叶说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有些咬牙切齿了 大军在山里兜兜转转的走了两天 出了山口 脚下就是秦川 这已经是云叶的第三次来到秦川 第一次来的时候 还总想着从麦基山上弄一个佛头回家 现在呢 完全没了那个兴致 简单的对秦川刺史 吩咐了几句 留下了朱羊 美酒 割鸡通通不要 大军依然囤住在麦基山下 战马的草料 秦州刺史早就预备好了 资众队伍留下的补给呢 已经分发给将士 很丰富 肉干和肉粉都有 将士们将肉干放在了火上烤烤 就吃着香甜 至于肉粉倒进了粥锅里 加上一把盐 就是很好的军中美食了 很明显 袁守成获得了那日木和吴蛇的尊敬 老家伙吃着云家的特产桃子罐头 赞不绝口 认为比仙桃还要美味几分 见他们聊得开心 云也依然在亲卫的陪同下巡迎 这些东西都是老牛教会自己的 很早以前 他和老牛拖着梁车 从这里走过的时候 那时候的心境 和现在大大的不同 那个时候 总是下意识的 想要躲开那片荒原 现在呢 只想着如何 挖开那个全眼 看看到底是什么缘故 让自己从一千多年后 来到了这个纷乱的大唐 麦基山周围 风景秀丽 山栏上密布着 翠百苍松 初春的寒冷天气里 依然脆壁 摊上小山 极目远望 四面全是匆匆郁郁的青山 只见千山万鹤 重鸾叠照 青松四海 云雾阵阵 远景近物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部 美丽的图景 佛国总在行圣间 小子 以色于人 以色祸人 不只是形容女子的 山景水景同样适用 你是一个受天地钟爱的宠儿 所以不要对他产生疑惑 也不要对他抛弃你 感到愤怒 这个世道上 没有什么是不可失去的 也没有什么 是不可得到的 看得出来 你心中充满了愤怒 在大唐 你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最冷酷的帝王 也对你钟爱有加 最博学的高士 也视你为小友 在这样的情形下 你依然愤怒 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 在质问 掏弃他的母亲 忘了吧 前世如烟 往世如烟 风吹过 也就什么都不剩了 袁守成身上宽松的葛袍 被山风吹得是烈烈作响 他的话语却清晰地传递到了云叶的耳中 这就是老家伙 根据自己已知的条件 猜测出来的事情吗 十几年前 有一个少年 看到麦基山上 有无数的佛像 他就想偷偷地敲起了一个佛头 带回家 他有一个拙劣的伙伴 刚刚摸到牛儿堂 就被一个黑莲老僧 拿着棍子堵住了 那个老和尚的武功很高 两个少年人用谎言逃脱了大难 袁老先生 您说说谎言 是不是真的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呢 袁守成咳嗽一声道 老夫比较喜欢诚挚的谎言 真相有时候会非常的残酷 残酷的让我们无法直视 所以你看哪 这座丑陋的山 需要苍松脆白来装饰 那条大河也需要水流来装饰 所以啊 在某种时候 苍松脆白就是大山的 谎言 奔流不须的长河 就是大河的谎言 想想看啊 没有苍松脆白 这个谎言修饰的高山 是多么的无趣 没有河水 这个谎言装饰的大河 显露出千疮百孔的河底 该是多么的丑陋啊 云叶深深的给袁守成 鞠了一躬 诚挚的说道 先生高见 小子日后争取做道 每说的一句话都诚挚 说的每一句话都动听 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给他披上 农庄重彩 哈哈哈哈 如此可教 你我共勉吧 袁守成似乎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背着大手大踏步的向山下走去 老家伙走路的姿势都是那么的仙姿飘飘 一队托波僧向军营走了过来 只不与百丈之外 其中一个托波僧走到了军营前面 对迎着他走过的军事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请禀报大将军 就说故人汴姬求见 云叶听到汴姬来了 微微的愣了一下 就让军事把汴姬带过来 在长安没见过汴姬 甚至呢 在自己去找玄奘贤谈的时候 也没有见到汴姬 没想到他现在居然在麦基山 云叶的中军大帐也只有一桌一椅 以及背后的一张猛虎下山的屏风而已 刘金宝找来了两个蒲团 扔在地上 在中间加了一张埃及 就完成了迎客的准备 高阳现在恐怕连汴姬是谁都不认识吧 没了尘世诱惑的汴姬会是什么样子 云叶非常的好奇 以前在少林寺的时候 遍姬还是一个小沙泥 就长得清秀无比 现在长大了 不知道该是怎么样的风神俊秀 云僧遍姬 见过大将军 一个黑衣僧 手里托着一个钵鱼 衣衫蓝绿 却显得油然自得 整个人黑得像煤球一样 只要一笑就露出了一口的大白牙 一低头 头上的九个戒疤 云叶苦笑了一下 满长安的僧人 也不见一个烧戒疤的 这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怎么遍姬现在就烧死了呢 你头顶的伤疤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有什么讲究不成 云叶打算问清楚 遍姬笑道 佛家无此说法 只是贫僧自返网经上 看到佛街云 若不烧身 必只供养诸佛 非出家婆子 又见到大佛顶手楞严经 第六卷说 其有比丘 发心诀 顶修三摩地 能于如来形象之前 身燃一灯 烧一纸 急于身上 诺一炷香 我说世人 无始素在 一时仇弊 而且 法华经 要王菩萨 本饰品中说 有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烧身 烧臂 供养诸佛 所以贫僧 就同善如流 立下宏愿 愿意烧身 是佛 和一个开朗的和尚谈话 非常的有趣 通过谈话 云叶才知道 汴姬这个家伙 刚刚从塞外回来 他去塞外呢 就是去向牧民传教的 并且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他在塞外的草原上 整整居住了两年 现在想要去长安 向善信市化园 在草原上建一座宏大的寺庙 恰好 今日在麦基山挂担 听到云叶的大军 驻扎在附近 就过来拜访一下 草原上的牧民是善良的 是温和的 见到我们非常的友好 还特意宰杀了羊 请我们吃 他们哪里知道 我们是持戒僧 不能进婚姓 他们畏惧天神 却不知道自己的神灵在哪里 他们想要朝拜 却只能对着大山河流 献上自己的贡献 所以 你就认为应该给他们盖上一座寺庙 每天蹲在寺庙门口 收钱收牛羊 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 听说建福寺 现在就这么干 想要烧头煮香 先要看添了多少香油钱 云叶的回答很恶劣 但是便机丝毫都不在乎 他在外面辛苦两年 爬兵卧血的 早就见识了各色人等 云叶这样程度的羞辱 还算不得什么 这样的事情总是有 免不了 佛门不可能做到一尘不染 佛祖讲经都需要金砖铺地 世俗僧犯点小错难免的 贫僧也发下宏愿 想要为草原上的牧民 修建一座佛国 不收钱 也不收牛羊 我们只是一心为牧民祈福 大开方便之门 不论是谁 只要想进佛国 我们都不会阻拦 任由他们在佛国 沐浴神辉 不管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不论是谁 想要获得我们的帮助 我们都会义无反顾 我只愿 佛祖慈悲 能够安抚那些不安的灵魂 便机说到这里的时候 整个人似乎都在发光 他的眼神是狂热的 行动是执着的 手里托着波鱼 立刻就伸到了云烟面前 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位大财主 万万不可放过 便机在千军万马中 打劫大将军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不但有十枚金币 还有三十余枚银币 再加上那日墨夫人的一套首饰 临走的时候 还用语言 逼迫着暴跳如雷的大将军 写下了五百枚银币的欠条 他会去云家庄子 找云家的大夫人去收钱的 袁守成和云烟站在帐篷口 看着鸡变 带着那一对僧人远去 袁守成说 我们先不下判断 写在纸上 然后一起拿出来 看看我们的答案 云烟深以为然 两人背对着背 写好了纸条 然后一起在油灯下展开 相视一笑 就把纸条放在油灯上点燃了 看着纸条化为灰烬 云烟问袁守成 我们这样作弊上官 真的还好吗 没什么问题 不过本无门 由人自招取 我们没有怂恿 也没有推波助澜 更加的没有害他 他将来倒霉 与我等何干呢 再说了 我们马上 就要吸出阳关 再无见到固人之时 那为何要操那么多的心思 先去昆仑要解 大军吃过朝食 穿过秦州古城 再一次走进了大山 想要再一次停下来 就会来到黄河之宾 赖传风的先头部队 已经身在十里之外 范红一的后队呢 还在秦州 这一次人数并不多 多的是无数的战马 此次出战 云野对骑兵 最低的要求就是双骑 一味战士 最少需要两匹战马 一些家境富裕的子弟 甚至配备了三匹马 两匹骑乘 一匹载重 唐人现在习惯性的将自己武装到牙齿 数年前 一席光明铠 还是少数人的宝贝 到了现在 一具光明铠 并不比两匹马之前 原因就是 钢铁泛滥了 它的价格掉的厉害 始作俑者 就是长孙家族 悍然掀起的价格战 他们家 准备用低廉的价格 占领钢铁制品的市场 在云野出门之前 长安的铁匠铺子 已经不知道倒闭了多少了 无数次的梦到那个山谷 现在离它越来越近 云野就有一种 尽香情趣的感觉 不单单是云野有这样的感觉 旺财也不断的思鸣 看到那条熟悉的大河 旺财使劲的用梯子刨子地 这云野在忙碌不理睬自己 一遍又一遍的 拿嘴叼着云野的假叶子 就想要离开 等一等 今日太晚了 明天我们就去 你回家 难道不带点礼物什么的吗 现在开春 青草刚刚长出来 族群里一定没有吃的 给你多带些 拿回去给他们吃 云野摸着旺财的长脸 不断的安慰 旺财依然 多多的叫个不停 两个大鼻孔 张得老大 不断的嗅着空气 想要辨别出那些熟悉的气息 旺财晚上就待在云野的帐篷里 不出去 那日木无所谓 旺财这样 他反而喜欢 把自己裹在被子里 露出脑袋 和旺财对眼睛 还从被子里 拿出一颗梨子 为旺财 旺财随便咬了一口 就趴在专门给他准备的干草上 搭了着脑袋 很没精神的样子 那日木咔嚓咔嚓的就把剩下的梨子给几口吃光了 云野钻进了被子 又爬了出来 皱着眉头 从被子里掏出了四五个梨子 一股脑袋放在那日木的枕头边上 这个婆娘到了现在 还有往被子里藏食物的习惯 为了让她改掉这个毛病 星月没少揍她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